美国国务院发出制裁警告 点名10位中共官员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正式发出向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制裁警告 因为这些机构与被认为对香港镇压民主负有责任的个人 有业务往来 在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 美国国务院点名了10个人 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他们已经因美国的打击行动而受到制裁 并指出美国法律要求在60天内列出 与他们进行重大金融交易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名单 好 接下来还是一条跟美国制裁有关的消息 中国蚂蚁集团或列入美国制裁黑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在阿里巴巴旗下金融科技子公司上市之前 美国国务院已经向川普政府提交了一项提议 要求将中国的蚂蚁集团加入交易黑名单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机构何时会对是否将该公司列入所谓实体名单的事项进行审查 但此举之际川普政府中的强硬鹰派正在寻求传达信息 以阻止美国投资者参与价值高达创纪录的350亿美元的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 自由亚洲刊登魏普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习王翻脸了 魏普说 最近中国方面爆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十月惊奇 一个叫董红的中纪委巡视专员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他的顶头上司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王岐山 这个消息让外国媒体大惊失色 王岐山出了什么麻烦 他失宠了 习近平和他摊牌了吗 外媒的反应并非大惊小怪 如果仔细梳理一下 会发现今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都与王岐山有关 上月底 王岐山的企业家朋友任志强 因批评习近平被中判18年监禁 几个月前和王岐山家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海航被接管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因疫情被免职 而他是王岐山的人马 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财新杂志和他的创办人胡舒立 因揭露武汉疫情的真相被审查被警告等等 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 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王岐山的确遇到麻烦了 对王岐山的麻烦 现在有这样几种比较流行的解读 1.习近平非鸟禁梁工藏 2.王岐山功高盖主 3.习王二人理念不同 4.习近平为疫情开拓责任再找替罪羊 哪一种解读更靠谱呢 我们现在来一一分析 关于非鸟禁梁工藏一说 不少人认为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 借王岐山和中纪委的手 剪除了异己和政敌 站稳了脚跟巩固了习式江山 中共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的集权达到巅峰 已不再需要王了 几年前习近平要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 并非他离不开王 而是习近平对王忠心反腐颁发政治奖赏 这个说法有道理 在过去几年里 习王体制盛行了好几年 王邦习巩固权力 立下汉马功劳 但现在这个曾冠以双性体制 已不能再容忍老二了 对此网上不少人幸灾乐祸 老王终于尝到飞鸟尽粮工藏 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了 但是如果老王就是一个平庸之人 不可能有事实上的所谓反腐有效的希望体制 如果老王真是一个平庸之人 习近平也没有必要飞鸟尽粮工藏 老王不是平庸之人 因而使得功高盖主一说颇有气场也颇有说服力 功高盖主说认为 王岐山在党内颇有影响力 与红二代关系不错 而习近平在许多方面 如威望资历和能力等方面都不如王岐山 一些喜欢围着王岐山转的自由派人士都认为 习不如王 这让习近平很不爽 并且开始戒备提防 两个人的关系不同寻常 正如蔡霞所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微妙 习的心态是既要用你又要防止你烦我 至于理念不同意说 有人说王岐山在政治上崇尚威权主义 而习近平追求的是极权主义 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同 但王比习进步 这种说法只看皮毛不究根本 其实习王二人都是坚定的维护中共政权者 这一点并无不同 当年王岐山对六四镇压就有一句著名的血腥之言 杀20万人稳定20年 这一点可能深得习近平的欣赏 尽管他父亲习仲勋未必赞成 习近平上任后对公民社会的残酷镇压 和王岐山的六四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有意思的是替罪杨毅说 新冠疫情现在闹得这么大 全世界都在向中共追责 习近平总是装聋作哑 或者嫁祸于美国 或意大利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若要上世界交代 必须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因而要找到说得过去的替罪羊 王岐山就有可能成为这个说得过去的替罪羊 这种说法源于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梁晶先生 他认为中共此时处置王岐山主要助手董宏的用心 就有可能让王岐山对中国在疫情初期发生的重大决策失误承担政治责任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王岐山在疫情初始阶段轻忽了疫情的严重性 并可能导致了 误导了习近平 让习近平掉以轻心 以习近平的心胸 他不可能不计这个仇 少数几种说法以我之见都有几分道理 若揉在一起看 这些道理就有成数效应 习近平和王岐山翻脸肯定是基于综合考虑 至于习近平会不会最终抛出王岐山 以平息全球的愤怒 且让我们继续观察 习近平咳嗽震惊中外 中国网民说总加速师不能有事 中国的未来还得靠他加速 据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次南巡中的重头戏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意外的被他自己的一阵咳嗽给干扰了 这阵咳嗽的视频在网上得到热传和热议 中共官媒央视周三10月13日播出的直播画面显示 习近平的讲话长达约52分钟 但在倒数七分多钟时 这位总书记突然开始咳嗽 他咳嗽喝水念稿再咳嗽再喝水 继续咳嗽 引起毕恭毕敬坐在会场内外的各路人马 秉析关注咳嗽声在寂静的会场内产生回音 气氛相当紧张 尽管在习近平咳嗽的时候画面不能不断切开 转向观 尽管在习近平咳嗽的时候画面不断切开 转向现场听众 但咳嗽的声音还在 现场每个人神经紧蒙的样子变得更加突出 在推特上这段视频下面 人们留下了许多评论 有病赶紧治 别耽误了 估计要凉了 总加速师不能有事 中国的未来还得靠它加速 我国领导人咳嗽一下 引起外媒震惊 我们中国真是太厉害了 一尊被自己腌制的生化武器反杀 虽然咳嗽夺走了不少关注 但习近平在这次会上的讲话 还是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习近平表示 中央继续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 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改革 更多的自主权 一篮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 他要求深圳特区扛起责任 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 深圳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亲自拍板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40年来他凭借中央的优惠政策和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资源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 聚集了一大批科技企业 其中包括华为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 习近平在讲话中肯定了深圳取得的重大成就 同时要求他继续发挥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的深圳和香港的情况已经和40年前大不相同 当时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 属于世界级的大都市 而深圳只是一个一心只想傍上香港寻找发展机会的小不点 现在深圳已经发展起来 而香港则在中共控制下不断收紧之下 失去了它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依赖的自由和法治环境 随着一国两制的消亡 国际上普遍不看好香港的未来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引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史教授邓健的话说 中共的战略就是要通过强化控制力来弱化西方式的香港 邓健说习近平不会向西方退让半步 他认为香港对他在中国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深圳模式就是政治上实行零容忍和商业上按照中国的规则办 据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宣布 美国政府指定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为新任处理西藏事务的特别协调员 蓬佩奥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依照美国西藏政策法 德斯特罗将负责美国相关西藏事务 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之间的对话 保护藏人的独特信仰文化及民族特征 并促使藏人的人权得到尊重 德斯特罗还将支持美国政府为西藏难民提供人道援助需求 促进高原藏人社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环保事务等做出努力 声明强调 美国保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藏人社区的持续关注 包括缺乏真正意义的自治 藏人人权状况的不断恶化 以及中国境内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传统受到严格限制 蓬佩奥在声明中指出 德斯特罗特别协调员将与藏族领导人以及国际伙伴和专家进行接触 以解决这些问题 他还将推动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动 对西藏在世界各地的侨民 以及他们许多勇敢的人权捍卫者和宗教信仰自由民众提供支持 中国再次被列入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 周三10月14日公布该机构本年度网络自由报告 中国再次被列为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最差的国家 报告称全球网络自由情况10年来持续下降 而在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的评估阶段里 许多国家的政府借新冠疫情扩大网络监控 数据搜集审查批评言论 并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 报告指出自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后 全球网络自由度下降成三个特点 多国政治领导人以疫情防控为借口 限制公民获取信息 政府以抗击疫情为由扩大监控权力 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部署新科技手段 搜集和分析个人数据 全球互联网开放度降低 网络主权概念扩展 让多国筑起数字壁垒 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的 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 沙拉库克说 上述三个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 都充分得以体现 自由之家在去年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出 中国审查部门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 禁言封号的做法产生了寒蝉效应 分析人士指出 新冠病毒蔓延与这样的审查措施不无关联 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这场疾病大流行传播如此广泛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互联网控制直接相关 因为这正是我们去年指出的 微信用户被监控和被报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李文亮这样的医生身上 他们最初试图分享这种类似SARS的病毒的信息 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自由最严重的侵犯者 这与疫情蔓延之间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自由之家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当中 至少有28个国家的政府 为了压制负面的卫生数据批评性的报道而封锁网站 或强迫用户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网上渠道删除信息 报告说有13个国家在疫情期间断网 20个国家出台或扩大了有关网络言论审查的法律法规 45个国家出现网民因发表与新冠有关的网上言论被逮捕的情况 库克指出 对众多出现网络言论自由倒退的国家而言 新冠疫情为政府干预网络自由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但中国在疫情前就已经普遍采取强控措施 新冠疫情中的种种做法只是反映了北京一贯的高压管制政策 是一种范围广泛的对自由的镇压 报告说这一时期中国网上受到最严格审查的话题包括香港抗疫 天安门事件30周年 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关押等 自由之家的库克说 我们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一些特定策略的扩展 各种背景的中国公民都会被逮捕 而不仅仅是常见的那几种被怀疑的对象 少数民族的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团体 网上的活动人士等等 例如我们看到黄岐被判了很长的星期 他只因为办人权网站就被判了12年 但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人因为批评习近平而受到惩罚 我认为最突出的例子是任志强 他刚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他本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但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习近平的文章 对习近平不够尊敬就被判了重刑 报告说 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监控 更加全面更加严厉 报告也说 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监控体系 既发展用于社会管控的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高科技 也全面部署低技术含量的人工删帖部队 报告说 中国部署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控设想网络 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 都有能力探测公民的隐私信息 报告提到 今年1月以来当局已将现有的监控设备和生物信息档案库 与新开发的应用程序和新的数据收集相结合 自由之家说 中国许多科技公司雇佣了更多的人力和审查人员 来清除非法内容报告 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和快手等主流应用程序 雇佣的从事人工审核工作的人员多达数千人 许多公司已经把内容删除工作外包给审查工厂 一家名为博焱的公司已经雇佣了8000多名工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试验室2019年8月披露 微信已经具备图像过滤功能 如果用户试图躲避文本审查 以图像发布有敏感内容的文章也会被发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网络版 一直在提高其人工智能辅助的审查能力 人民网的审查服务可能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 近日头条已经将其内容审查活动外包给人民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人民网负责人预测 在未来3-5年 中国的内容审查大军人数将增加到100万 该报道还说 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已经成为内容监管和审查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库克说 中国政府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多层审查和互联网控制体系 所以你所看到的很多现象 其实都是这一体系的实际运行 以全方位的管控来控制舆论 以防止非官方信息的传播 甚至是拘捕网络用户 他补充说 新冠疫情的不寻常之处是 这一监控体系被用于公共卫生议题 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小的公共卫生问题 偶尔会被审查 但这次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问题上 当局全面运用这些技术 这很不寻常 我们也看到了技术的升级 尤其是在监控方面 比如面部识别方面 新技术能够识别戴口罩的人 还有二维码 三色码这些应用程序的出现 传播和使用 他们确实不能保护隐私 有研究表明 有些程序甚至留有共警方使用的后门 在自由之家2020年网络自由报告中 排名最高的是冰岛 其次是爱沙尼亚和加拿大 美国排名第七 这是中国连续六年排名垫底 排在伊朗 叙利亚越南和古巴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